这一节里面我们会讲7.2 Change in Momentum 这要承接着上一课 Conservational Momentum 我们首先问上一课 Conservational Momentum是讲过什么 Conservational Momentum主要是说 如果有两个物件相撞 它们分别是M1M2 它们的速度就会由U1变成V1 U2变成V2 而数学关系就是 开头的Momentum的总和 等于结尾Momentum的总和 这一课当然我们也用过很多次了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计算一些速度 或者计算一些Mask出来的 但这条课有一样东西是计算不到的 就是撞击之间的Force 当撞击的时候两个球是会 互相碰撞碰住对方的 而产生一个力 一个力就是由1推2 另外一个力就由2推1 这个力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决定了撞击的时候 究竟那件物件有什么会破坏 或者会影响的 而这个我们就叫做Impact Force Impact Force Impact Force当然不可以用这个去做 所以我们要另辟途径 我们要想想如何处理Impact Force 在书里面我们会见Newton Second Law出现 Newton Second Law不是在以前学过的吗 第三课我们会说过 A是Proportional to Force A是Proportional to 1 over Mars 或者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Mars 这个就叫做Newton Second Law 当然将这两个归纳再加上一个Newton的定义 那我们有一条用过很多次的色 就是F等于MA 没错这个是Newton Second Law 但Newton Second Law是有另外一个版本的 它就是Force等于Rage of Change of Momentum 那什么叫Rage of Change of Momentum呢 Change of Momentum的意思 就是momentum的转变 譬如现在看这个Case 现在那个1的momentum就由这个转了做这个 所以这个之间的分别 我们就叫做Change of Momentum 所以Change of Momentum对1的波来说 其实就是结尾的momentum 减开头的momentum 这个就叫做Change of Momentum 另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时间 那什么叫时间呢 这个时间其实是算Force存在的时间 当有个撞击的时候这支笔撞这支笔撞击的时候 现在是没有Force的 因为它们还没碰到的 现在都没有Force的 什么时候会有Force呢 碰到就会有Force的了 绿色支笔推橙色支笔 橙色支笔推绿色支笔 那就会有两个Force 比较加到对方那里 好了跟着它们弹翻开 弹翻开就不碰的了 不碰的Force就会消失的 所以其实那个时间就不是计算这些时间 或者这些时间 它是计算碰住的时间 那很明显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那所以这个时间就是需要计算碰住的时间 那这个我们叫Impact Time 那分子是什么呢 分子就会是M1V1-M1U1 那这个呢就是Rage of Change of Momentum 那这个和这个是不是不同的东西呢 那不是的哦 那如果我们看清楚 M是可以抽出来的 那这个是V1-U1除T 那其实如果我们不写个1啦 因为在这条式里面都不需要Mark 1还是2的 那我们就这样写呢 那我们就这样写呢 那很明显V2-U加AT 那所以A就V-U over T 那所以其实这一部分呢 是A来的而已 两条式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第一个表达方式呢 就用Acceleration 第二个表达方式呢 就是用Momentum 现在我们看一下呢 怎样用刚才我们讲过Rage of Change of Momentum的关系 去处理一些问题啦 那现在假设我们有个波2KG 加个力VN给它 那我们加了5秒 那开头的波呢 譬如是From West的 那我想知道呢 结尾的速度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怎么计呢 Force呢 是等于Rage of Change of Momentum 那所以给了你了 Force是3N 那如果这个是3 那这边是正的 那就会是Delta P 那结尾减开头 结尾呢就是2乘V 开头呢就是Rest 所以是0 那除了5秒 这个呢就是Rage of Change of Momentum 那所以 V呢就是7.5mps 那当然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方法去计 那这个方法呢用回我们以前那些了 V就等于U加AT 那所以呢 0加A乘5 那 A呢就是等于 V除5 那F等于MA 那所以3呢就等于2乘A 那所以 就等于2V over 5 那所以V呢就等于7.5mps 那很明显呢就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传统的方法呢 那条数据会比较容易计些的 那我们用这个方法呢 好像是很麻烦那样 为什麽我们又要加多个方法下去呢 原因是很简单的 就是这类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有持续的力 有持续的时间 那我们去计呢 我们用回这些方法去计呢 一般都OK的了 那但是如果呢是撞击 撞击呢 撞击呢 那个力只能持续一个 impact time T的 那这些问题 如果是用F等于MA的方法呢 其实是很难处理的 相反呢 用这些会容易些 那 举个例 如果我们现在有个波 就是2KG 撞到3KG 它们呢 开头呢 是2M per second 4M per second 那我想知道呢 就是撞击的力 那怎样计呢 首先 我们会选这边是正 因为很明显呢 就 这个会大些的 所以这样选是正呢 就会方便些 那我们假设这个 in elastic position 那我首先要利用conservational momentum 处理了些final speed的东西先啦 那 2KG 乘负2M per second 那是正 那所以这个是负 再加3KG 乘负4M per second 会是等于呢 它们是黏在一起 所以是2加3KG 乘负1V 那所以V呢 就会是8除5 所以1.6M per second 所以1.6M per second 那我们要找个force 是怎样的呢 因为两边的force是一样的 那其实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2KG 那2KG 它会是由2M per second 应该是负的 它变了做呢 就是1.6M per second 是正的 那所以这个力呢 F呢 就应该等于delta P除 T 就是等于呢 就是2KG乘1.6结尾 减2KG乘负2 开头 除时间 那好了 那当然 你要知道impact time 才能做下去的 那 impact time 是怎样找的呢 其实没得找的 因为你撞过过程 究竟它黏多久呢 好视乎呢 它那个 物件的性质 如果它弹性大一点 就黏久一点 弹性小一点 就黏少一点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一般来说 impact time 是需要比的 那个impact time 举个例子 这个撞击是0.1秒 那基本上呢 就会计算到的了 那就是72N了 那你会发觉 如果这些场合 我们是会用 轻重momentum的方式呢 是会比较容易处理 force的运算的